大家好,我是李船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咱们一起来探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船上这个船壳还有海水管路 这个都是直接接触海水的 那它上面为什么不长海生物呢? 也就是说如何预防海生物的滋生呢? 第二个是这个船壳是肯定天天泡在海水里的 那它为什么不容易生锈呢? 就说不容易被腐蚀呢? 这两个问题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大家先看几张图片 看到了吧 这个船壳上面 船底这边都长满了海生物 长得最多的这个东西叫藤壶 那什么叫藤壶呢? 藤壶是属于节肢动物们的甲壳缸 也就是说它是动物 它这个家族啊 一共有五百多个品种 这东西讨厌 为什么呢? 它喜欢附着 它就附着在船底上啊 比如说就造成了这个危害是很大的 那船舶航行阻力加大 增加船舶的自重 也把速度就降低 然后增加油耗 而且呢 它还能加速金属的腐蚀 导致局部腐蚀或者是穿孔 那如果说你说我进屋 我到进屋 我再刮船底去呢 很麻烦 而且呢 费用也是巨大的 往往呢 就是十几万美金 大家看船上 尤其是机舱的设备啊 有很多啊 都需要海水进行冷却 那这些海水 当然就是直接来自于大海了 对吧 就通过管路呢 就来到各种设备 船上的压载水的管系呢 也是同样如此的 你打后排这个压载水呢 也都是通过海底门 大家看这个就是海底门 直接连接于大海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海水中就有大量的微生物 海洋生物 比如说刚才所讲的藤湖 如果这些含有海洋生物的 这个海水进来之后 我们任其生长的话呢 就会造成海底门管系 一系列的堵塞 那么对冷却气和冷凝气 也造成它们的效率降低 有些时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甚至于影响到了船舶的安全 那海洋生物的生长呢 其实到处都是啊 比如说码头 钻井平台等等也都有 那么咱们的频道 既然是关于船舶的 所以呢 咱只说船上是如何防止海洋生物的自生的 于是乎呢 咱们就又得来到机舱了 辗转来到这个设备的存放之处 大家看了吗 这个设备 它就是 它叫什么呢 叫MGPS 我一开始接触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第一眼啊 我就还以为是新出的什么定位系统呢 GPS嘛 对吧 定位用的 结果人家不是 那这MGPS是什么呢 看这 全称是英文是这 翻译过来 其实它就叫做防止海洋生物系统 它的原理呢 也并不难 也不复杂 电解铜铝的电极法 它是通过铜阳极 在海水中的电解 于是乎呢 就产生了微量的铜离子 那这个铜离子啊 尽管它的浓度很低 但是呢 它只需要两个PPM 就足以防止海洋生物的沉积和繁殖了 什么是PPM呢 我以前讲过 它是一个浓度单位 它不是啪啪摸的意思 你这次如果还是响歪了 那跟上次一样 冲墙占五分钟再回来 PPM的意思是 Parts per Million 就是百万分之一的意思 也就是说吧 就是刚才电解出来的这个铜离子 它只要达到百万分之二的单位 它就可以杀死浮游生物 杀死这些海洋生物 怎么样 厉害吧 那这个铝极呢 这个铝阳极 它在海水中电解之后 会发生什么呢 它就会产生少量的氢氧化铝 这种蓄状物 那海水呢 就把这些铜离子啊 这个蓄状物啊 就都带到了整个系统当中 你比如说船壳啊 比如说这个 海水管系里边 于是乎就在整个系统中啊 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从而就防止海洋生物的附着 那这个就是MGPS 它的作用 我们船上的这套设备呢 它不是直接安装在海底门那边的 它是属于间接式的 一般大型的船船舶呢 大多也都采用这种间接式的设备 那同时啊 这套系统它所产生的铜离子和氢氧化铝 它本身呢 也起到了防海水腐蚀的作用 那这一个呢 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船壳 为什么不容易生锈 那正好哈 我们还在机舱 那咱们呢 就一起去看设备 讲道理 我们往前走啊 大家看这个大罐子 还记得是什么吧 它是空气的储存罐 那前面这个设备 那就是我们这个防腐蚀的设备了 它叫什么呢 ICCP 大家看它的这个英文全称啊 那翻译过来呢 就叫外加电流阴急保护系统 或者是强制电流阴急保护系统 一样的 那就讲讲它的原理吧 这个也绕不开 它是利用电化学腐蚀的原理 它由一个阳急啊 这个阳急呢 连接外部有直流电源 然后通过这个阳急呢 直接向被保护的船体 施加阴急电流 它不间断的给它提供电子 从而呢 在这个金属表面上啊 就负急电子 并且呢 它通过控制船体的电位差 或者是电流密度 让这个整个船体啊 发生阴急的急化 达到降低 甚至于是完全抑制 船体水下部分 金属腐蚀的目的 听起来不容易懂哈 那么简单说吧 外加电流阴急保护 通过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通过外部电源 来改变周围环境的电位 就使得需要保护的设备 比如说这个船壳 船壳传体是它的电位呢 一直是在处于低于周围环境的 这个一种状态之下 从而呢 让这个船壳传体啊 成为整个环境中的阴急 那这样的这个需要保护的这个设备啊 就不会因为失去电子而发生腐蚀了 那这个ICCP 就是外加电流阴急保护系统呢 我看也是蛮复杂的 你比如说 它里边的这个参考电机 这个东西啊 它应该是属于测量回路里边的 对吧 它负责侦测船体的这个电位差 然后通过刚才讲的那个工作回路呢 就输出直流电流 通过阳急输出 干预船体的电位差 然后呢 这个参考电机呢 就不断的侦测啊 不断的干预 这个过程呢 就使得船体始终处于一个阴急 那么它就会阻止了船体发生这个电话学反应 对吧 那么使得船体呢 处于一种最稳定的一个阴急的一个状态 咱们简单说 在里边的怎么复杂性啊 这些东西有轮机长呢 这个咱们就知道 它是强制电流 阴急保护 这样就足够了 那好吧 我们这期也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见